5201的明星门花是秀恩爱,咋个狗粮,极体月单身啊,必成送给范冰冰的520礼物,简直太钱了。 送上鲜花蛋糕的同时,还不忘送绿色地质手包,手包的正反面是两人养的小猫,手包拉链上,也有两人名字缩写。 陈哥也是非常贴心的,祝亚文,相对经济性秀恩爱,用低音泡嗓尼表白西子沈佳妮,我有个亲戚姓超,你知道吗,叫超爱你,沈佳妮,超级爱你,网友们评论,过分了。 亚文哥,你这样撒狗粮太狠了,我的天,这,家里也太幸福了,有些明星520,除了跟伴侣秀恩爱爱,还不忘带上孩子。 作为圈内模仿夫妻之一的王雷李小蒙,520这一天就带着孩子去拍新子照,演绎了我们3的520,被网友们承载来颜值超高的一家三口。 这个让人稀罕的帅宝贝,上辈子,一定是拯救利盈和戏,拥有这么相爱的父母。 然而,有些明星性恩爱,却都受了不少质疑,就在5月19日情号生日,妻子已能敬明惩罚微博常文告白鞋先生,人本是情意满满的情书,无论有网友认为,也能定是在做样子。 在外人眼中,两人感情看起来并没有很好,写的和做的差别有点大,也得原本是秀恩爱的520。 以能敬这一天却发长文对回去,其中,有一段话这样描述他跟秦先生的感情。 回应那时他参加妈妈是超人节目中,秦浩很少带孩子,事实上,易能敬在带儿子暑假出去玩时,家里照顾小米丽的是秦先生,表明秦先生对他很包容。 不过,网友们还是耿耿于怀,当时妈妈是超人节目中,秦浩一抱小米丽,孩子就不停的哭,照顾孩子的事,易能敬几乎全包。 而秦浩只是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哪怕是照看一会,眼睛也没离开过手机,面对这样的秦浩,不少网友们都能看出秦浩不够,爱易能敬,秦浩沉默的个性,总是让外人觉得易能敬爱得如此贝微,事后,易能敬怀,三番五次强调自己很幸福,和秦浩感情很甜蜜。 还一一回应那些被网友们质疑的细节,恰好的是你越解释,越向了掩饰你过得不幸福,毕竟感情这种事情冷暖自知,好与不好只有自己才是最清楚的,太过于在乎爱界对于自己婚姻的评价,自己越被动。 这次,网友们从鸡汤女王易能敬的微博长文中,看到秦浩如此回复,你是牛一样的你,我是疯一样的我,我们是传说中的疯牛组合,女儿怎么会这么可爱? 明显看出她对她们这段爱情婚姻的解释,也许对于她们这一对来说,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才会永远,同样是姐弟恋的明星夫妻。 520这一天,怎么少得了张伦朔中立提这对人与夫妇,之前中立提被拍到在医院或机场,明显圆润了不少,一直被传怀孕妃文。 不少网友们觉得47岁的中立提为了讨好小时2岁老公张伦朔,然而拼此生死态,颇有争议。 自从被曝出,怀孕妃文,两人秀恩爱低调了不少,但是这次520,中立提卡点准时高调是爱,配了5201314,两人的大头卡通形象,少女心爆棚了。 随后不久张伦朔转发微博,文中的双喜字一次报喜,有网友评论都老夫老妻了,究竟何事让张伦朔这么激动出来报喜呀? 细字是怀孕了吗?下面这些网友们的评论亮眼了,大概是正式中立提怀自拍的传闻。 想想,再婚女性嫁给爱情,即使高龄仍然坚持为对方生孩子,也是拿着生命的爱对方啊,小巴忠心祝福他们,心想事成,幸福美满。 祝福我们的评论亮眼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